江南可采莲,莲叶和甜甜 这句诗呢,描绘了夏日江南水香的一大美景 莲叶是核糖赐宝之一 那在夏天,怎么能够错过食用它呢? 今天,懒妹儿就要用莲叶配上鸡蛋做一道菜 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选择新鲜比较嫩的,而且还是打卷的荷叶 将荷叶清洗干净,再切成小段 锅内倒水 水开之后,倒入切好的荷叶焯水 把荷叶焯上10秒钟,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 碗内磕入鸡蛋 加少许的盐,搅拌均匀,把鸡蛋打散 想要鸡蛋嫩滑一点,可以往蛋液当中添加少许的水,搅拌均匀 锅内的油烧热之后,放入青椒块 再倒入荷叶段,翻炒均匀 炒到青椒断生,出香味之后,就把打散的蛋液倒入锅内,翻炒均匀 炒到鸡蛋全部都熟透了,就可以出锅了 一盘简单又快手的荷叶炒鸡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呢,有鸡蛋和荷叶混合的香味 没有吃过这道菜的朋友,赶快来试一试吧